董有辉山西行第三天 首站临分红铜广盛寺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也好 在昨天去了虎口瀑布和小溪天之后 今天与辉同行进入了山西行的第三天 那今天第一站 董有辉带着安安和传西来到了临分红铜县的广盛寺 这个相比起小溪天那些悬塑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这个广盛寺的历史可就长得多了 广盛寺在山西省临分市的红铜县是国家的危机景区 这个寺院始建于东汉横帝建和元年 也就是公元147年 这个历史可就长得多了 原名叫聚鲁舍寺 后来在唐代改名为广盛寺 在宋金时期广盛寺被冰火焚毁 在之后又得以重建 就在元代当地又发生了大地震 又一次全部震毁 后来再次重建 后来在明朝在清朝又有地震 但是主要的建筑没有再受到损毁 所以现在保留下来的广盛寺大多数都是元代的建筑 那也年代非常久远了 这个红铜广盛寺景区分为上下两寺和水神庙三处建筑 然后它有飞红塔照称金藏水神庙元代壁画 并称为广盛三绝 今天主要就是在这个寺内参观看壁画 然后看这个飞红塔 这个飞红塔可是大大的有名 它是中国五座佛祖舍利塔和中国现存的四座古塔之一 也是迄今保留的最大最完整的琉璃塔 其中这个央视86版的西游记里面 有一集叫扫塔变齐温 就是在这个飞红塔拍摄的 在2018年这个琉璃塔还进入了基尼斯世界纪录 被确定为世界最高的多彩琉璃塔 所以真的是大大的有名 那今天在浏览这个飞红塔的时候 大家从外面看的非常的壮观 与辉他们现在因为有无人机 就让这个无人机飞起来 给大家航拍这个琉璃塔 确实非常的漂亮 这个青砖带瓦5G6兽吃稳 一个一个做的栩栩如生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做的都非常的漂亮 与辉让这个无人机绕塔三圈 让大家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琉璃塔 所以大家也等于是跟着与辉同行的镜头 好好的看了这一座历史名塔 世界最高的多彩琉璃塔 那之前我就说过 与辉同行月山河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通过他们的镜头来看到很多 平时不会注意到的 不曾注意到的这些名声古迹 而山西恰恰就是有很多 不那么出名 但是却非常令人震惊的 非常令人赞叹的 有历史厚重感的这些文物和历史 要不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呢 而且如果不是与辉同行来 当地给出最高的接待规格 你也不会有像今天的这个解说员 就这个广盛寺这个解说员 杨洁这么优秀的这个解说员来给你解说 所以跟着与辉同行的镜头来 岳山河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看过他的岳山河节目之后 你再自己去 比直接自己去要更有意义 那今天这个广盛寺之旅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解说员杨洁 这个杨洁真的非常的有水平 他不是专门的解说 他是一个历史研究员 但是他的表达能力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知识储备 他旁征博隐 触类旁东的能力 都让我颇为惊讶 与辉平时基本上都处于滔滔不绝的状态 但是今天他很多次 都在静静的听着这个杨洁先生在这讲解 这杨洁先生不但会讲 肚子里有东西 而且非常的谦虚 声音很好听 他每次都在说 东宇辉老师你看这里 东宇辉老师你看那里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好 今天这个杨洁导游也大大的圈了本 我看他的这个账号也增加了不少粉丝 好几次语会都被他说的动了感情 我觉得哪怕我们不是山西人 我们不是这个临焚红彤的人 你都能听得出来 这个杨洁这位解说员 对红彤这种深深的爱 如果没有这种真挚的感情 你仅仅是这个解说和导游 那完全不是这样的 他几次说起自己的家乡 都无比的自豪 其中有一段 我印象特别深刻 大概就是说 当初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 被斩杀于蔡氏口 其中年龄最大的那位 其中年龄最大那位叫杨神秀 他就是近男人 因为当时戊戌六君子 属于这种冒天下之大不为 没有人敢给他们收尸 你如果掺和到这个事里头 你可能个人的安慰都要受到影响 这几位可能是摇变天下 毁变天下的这种这样的人物 当时在1908年 有位当地的实业家 为什么叫他实业家 因为他在太原点亮了第一盏电灯 这个人叫刘笃静 他就决定要去做这么件事情 因为他不想连累别人 他谁都没有叫 他带着自己的儿子 拉着自己儿子的手 两个人一起慷慨赴死 等于就豁出去了 我就要把这件事办了 拉着平板车就禁了禁了 然后到了北京 他在找当地的人帮忙 叫张瑞基 叫张瑞基 然后他把杨神秀的遗体 因为已经身手分离了 然后用这种大针 直接把身手缝在一起 把杨神秀的遗体 拉回来埋葬 所以广顺寺里就有牌匾 来纪念这些勇敢的红铜人 杨洁就说 广顺寺里的牌匾 又岂止是一方木料 它代表着红铜人的 这种勇敢坚定 这种执着 他还说林芬 还出了像魏清和霍去病 这样的英雄 六争匈奴 风狼居虚 开拓了和西走廊 这也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然后红铜县 还是姚的女儿 顺的妃子 鹅黄女婴 生活过的地方 他说大家一定要在 三月三的时候 来我们红铜县 你在南方可能只有在 拜妈祖的时候 能见到这种壮观的景象 他说我们红铜县 三月三的时候 有一个接姑姑的风俗 因为姚的女儿 嫁给了顺 嫁出去就叫姑姑 所以每年三月三要把姑姑接回来 他说每年接姑姑回来的时候 路边的群众都会有这种 自发膜拜的 这种壮观的景象出现 他说你只有在南方 拜妈祖的时候 可能才能见到这样的景象 但是在红铜县 也会有这样的盛况 所以他的自理行间 都渗透着他对这种家乡的热爱 和了解 所以他的这种真挚的情感 和渊波的知识 你从他的表达之中 你都能感受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说员 他今天贡献了很多 多少精彩的解说 大家有时间找来 他这个解说全程来看一看 如果没看 我觉得是有一些可惜的 看完他的解说 再去广盛寺 再去广盛寺 绝对会有更深的理解 那宇辉在广盛寺里 走来走去的时候 经常看到很多地方 他说到处都是 时光雕刻过的痕迹 比如说开关的木门 木门已经把旁边的石头 都磨出了痕迹 那是多少年的历史 多少次的开关 木头把石头磨平 这是多少年的时光 磨力出来的这种景象 宇辉在离开广盛寺之前 做了一番总结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 长大的时候 发现了近代 关于山西的了解 都是关于美 关于醋 这些比较近代的东西 而且 而关于更久远的 更辉煌的 更漫长的历史之中 山西这个地方 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和灿烂的文明 其实大家真的知之甚少 他说有的山西本地的朋友 看了与回同性的节目 才知道灌缺楼在山西 人家山西IP 居然不知道灌缺楼在山西 那就是因为山西南北 跨度非常大 进中期南进北 饮食生活距离 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不光是地理上的差距 生活习惯上 差距也巨大 他说这几天 大家在游览了之后 才发现山西真的是宝藏 这是为什么 越山河在河南之后 一定要来山西 因为整个黄河 从山西开始 到陕西到河南 这就是中华文明 开始形成和发扬光大的地方 所以与回同行的 这个越山河节目 这个河南行 山西行 接下来还会有陕西行 这是一次完整的 对中华文明的寻根之旅 极为有意义